这里说的是孔子平常的生活 孔子说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在外面参加政府会议的时候 这里出则是公卿这个是是个动词 与这些高级的国家大臣一起参加会议 正是从事国家的政务 回到家里则是父兄 规规矩矩是一个家族里的成员 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没有关架子 在父亲的立场就尽到父亲的责任 在弟弟的立场 对兄长对家里的人 就应该尽到做弟弟应尽的义务 这两句话 以现代的观念来讲 当一个公务员上班的时候 规规矩矩从事公家的事 尽我的责任 守我的本分 回到家中 在家庭里做一个很好的成员 当父亲尽父亲的责任 当丈夫尽丈夫的责任 当妻子尽好妻子的责任 丧事不敢不免 对于生死大事 尽量的周到 朋友当中 有人家里出了大事 有人死亡 就尽量的帮忙 对于朋友的红白帖子 喜事可以理到 人不到 对于丧事 理到 人也要到 这是最后一次了 不去殡仪馆 行礼是讲不过去的 对于丧家 要安慰 问讯他们 有没有事 需要帮忙 如果有 立刻就去 这是孔子说的 丧事不敢不免 就是在患难时 需要朋友 否则 人类交朋友 有什么意义呢 光景好的时候 才来往 那不是多余 光景好 到处都是朋友 第四点 孔子不为酒困 喝酒没有喝醉过 我是天生不会喝酒 也讨厌喝酒的人 不过因为不会喝酒 我也自己试验过 看看喝醉了 是什么滋味 我的结论是 不相信人会喝醉 如果有人喝了酒 乱说话 我照样认为是装疯 没有人会喝醉的 要不然你试试看 他所谓的喝醉了之后 会不会骂他的妈 会不会奏他最爱惜的人 孔子说 不为酒困 不只是喝不醉的意思 实际上 人都是在醉梦中 如果以哲学来看人生 几乎没有一个人清醒过 爱情的醉 富贵功名的醉 没有哪样不醉 道家的吕纯阳 有两句诗说 福明福利 浓于酒 醉的人间死不行 吕纯阳以道家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 大家都在醉中 临死都没有清醒过 现在论语上记载 孔子不为酒困 在我个人的看法 就有这种意味 当然 孔子的酒量很大的 在《相当》篇中说 孔子为酒无量 不急乱 如果解释为酒量很大 怎么说无量呢 也许一点也不会喝 但也不对 否则又怎么说不急乱 所以研究起来 大概是酒量很大 从来没有喝醉过 不过也不能说不会喝醉 不为酒困 应该是不沉迷于酒 没有酒饮 而始终保持清醒 不会在喝酒以后 有酒太醉意 更不会装疯卖傻 孔子说 除了这几点以外 何有于我哉 意思是 我这个人非常平凡 出去做公务员 就规规矩矩是个公务员 回到家里 就规规矩矩是家里的一份子 朋友之间有困难 尤其是丧事这类患难 则一定尽力帮忙 平常做人不在迷醉中 除了这几点以外 一无常处 一点学问都没有